《座花智果》 根據清朝汪道鼎所住的座花智果 有一則救人言壽的個案 幽靈縣有一位姓汪的商人 連尾出外收訴之後,包了一隻船歸家 在風雪之中,見到岸上有一個人招手求搭順風船 汪翁見到風雪這麼大,一時生起憐憫心 被這個人上船,還招呼他吃了一頓酒菜 這個人很感激汪翁的盛情 於是大家傾起上來,汪翁就問 請問兄台是哪裏人士?為何在風雪之中還要渡河呢? 這個人就說,其實我不是人 我是成王爺的歐魂使者 汪翁很驚訝地問 那麼兄台所歐何人呢? 這個人就拿出一本手冊給汪翁看 只見手冊上有三十三個人名 而排第一個人名,竟然間是汪翁本人 汪翁當時大驚失色 連王長跪在地上,求這個歐魂使者放過他 歐魂使者就說,這些是東岳元王的命令 連成王爺都不敢違抗,更何況是我呢? 不過,我念在兄台,在大風雪之中被我上船 並且招待我吃了一頓這麼溫飽的酒菜 我可以冒險,將你的名排到最後 可以暫緩死期數日 兄台趕快歸家,準備身後事 我三日後在城王廟門前等你 汪翁到案後,正想趕急歸家 在途中見到一對農民夫婦 因為沒錢還債 丈夫被逼將妻子賣給人作勞博 當時夫婦二人跪在路旁相對而入 還說想自殺 汪翁見到這樣的情況 自念只有三日的性命 有錢也沒用呢? 不如幫助別人 讓別人不用夫婦分離那麼慘 於是就將自己收回來的賬金 送給這對夫婦還債 汪翁回家後 第二日元旦 招集自己的家人 附足自己身後事 又招集親族倫理 並且擺酒歡喝一番 作為最後道別 到了初三那日 汪翁親自行去城王廟報道 果然見到那位歐雲使者正在等候出現 歐雲使者面色休戚 跟汪翁這樣說 真是被兄台累死我了 我因為三日前一念之仁 吳忍心先歐兄台的雲魄 將你的名字排列到最後 再日被城王爺責罰 他說因為兄台救了兩夫婦有陰德 必須申奏東岳元君 元君說此人汪某已死 為何還會救活兩夫婦呢? 一查之下 知道我將你的聖名排列到最後 洩露天璣於是大路 將我留扁到雲南 而兄台就增添二十年的壽命 並且子孫家爭福祿 兄台善有善報 但是本人就要受罰被扁了 二十年之後 我再在這裏與兄台見面 歐雲使者講了這番話之後 就不知所蹤了 汪翁竟然沒有死 後來還生了兩個兒子 讀書聰明 賢能守禮 而汪翁二十年之後 無疾而終 這件事記錄在清朝 汪道鼎的座花賜果卷下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